卫生福利部即将从明年7月1号起 实施新的包装食品营养标示 到时候包括了含糖量跟每一份食品的热量 都要清楚标示 天气越来越热 不少人喜欢喝含糖饮料 不过却很少人知道 这瓶饮料到底含有多少热量及糖分 不过未来所有包装食品 包括饮料 饼干 糖果等等 通通都必须增列糖含量标示 让消费者清楚知道 到底吃进了多少糖 我们的民众对于糖这个字啊 是比较有感的 如果在营养标示上面 直接把糖写出来 大家就会很注意到 我吃的这个食品是不是糖太多了 消费表示新修订版的营养标示 将糖含量列为强制标示项目 而且每份热量也要清楚标示 另外还要标示每份食品热量 占一天所需建议量的百分比 例如一份奶油夹心饼干 糖含量为9公克 吃完两份等于吃下18公克的糖 相当于吃下4颗方糖的量 食药署表示这项新的规定预定在下周二十五号公告 明年七月一号正式上路 到时如果有厂商没有依照规定标示 将依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 处三到三百万元罚还 若是夸大不识者 则是处四到四百万元罚还 记者赖淑米 徐启峰台报道